OK,没有问题 今天大半夜给大伙做一个夜宵 好,那这一把我们玩到了这个新颖的不公平小快递 这张地图跟以往的小快递就有点不同了 你看我们的这个位置叫做超级空降大堆 你看我们的闪兵的水力非常的短 直接就扔了一大波的这个组合的闪兵 扔到了这个小绿的家门口了,对吧 一波闪兵还没有用完 咱们的第二波兵呢,他是不是又过来了呀 好,你看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小绿的基地给他赶走了,对不对 但是啊,无赖这个小绿啊,他家里面这个楼 全都让他给进去了啊,这个楼有点猛啊,对不对 好,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现在两波的闪兵,看能不能强攻下这个楼 哎呦,但是好像啊,这攻了攻了攻不下去了 那我们就站一下旁边的这个特殊 啊,想把他的这个楼啊,给他干掉 但是好像啊,输出还是不太够啊,对不对 他这个楼啊,能用扳手修 导致呢,实在是太肉了啊,咱们完全打不掉 好,那这个核电啊,咱们就直接把他给抢换掉了 这样的话,这个小绿啊,他就没电了啊 没电,他造东西,是不是就会造的非常的慢了呀 好,那你看,这一下的话,咱们就直接啊 用这个闪兵,扔到他藏匿基地的位置 同时啊,我们再多线操作啊,用一下这个间谍 去摸一下右边的这个冰影的形啊 很明显,右边那一架啊,他肯定是毫无防备的啊 毕竟他在跟其他人在打架呢 他的冰影的位置也比较靠歪 好,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冰影的形呢 是不是就搞到手了呀 那我们之后扔的这个超级空降大队啊 他都是自带一心的 这个啊,就比较厉害了 好,我们再把这个间谍啊,摔出来 偷到了这个黄色啊,中光的心 好,那你看,现在这个小绿啊 他还想往哪儿跑 哎呀,还真让他的这个基地啊 给他跑啊 不过呢,没有关系 现在这个小绿啊 他是不是已经near power的啊 他没有电了,对吧 好,那我们啊,已经提前造好了蚊子 哎哟,小绿结果这是自寻死路吗 把基地啊,直接传到了我们的家里面来了 好,那接下来啊,咱们是不是 哎,把这个小绿啊,剩下的这一些建筑 给他打了 那不就完事了吗,对吧 还剩一个碉堡啊 直接带走这个小绿 像小绿的这个位置啊 他也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 他的那个超时空啊,加上铁幕 他的CD非常短啊 他的CD啊,只有区区四分钟 速度啊,特别的快 好,然后啊 大伙也都看到了啊 我们刚才啊,把我们的这个冰 往这个喷泉里面塞了啊 这个喷泉啊,他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啊 叫做清理回收中心 哎,也是能卖钱的,对吧 然后啊,这个是我打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失误 想必啊,大我刚才啊,细心的都看到 我们一不小心啊 把我们辛辛苦苦造的这个 泛营坦克 也塞进去了,对不对 我在打的时候啊 我一直我都以为 只有兵 能塞到这个里面啊 后来 哎,我一想,哎,不对啊 我造了那么久的幻影 怎么手上幻影就这么一些啊 啊,这大伙也都知道啊 那个星际玩家啊 玩到最后非常强大的时候 他们哪都没有视力 哎,这红锦啊 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啊 好,你看我们啊 刚才我试了一下 拿这个都不能啊 进去了之后 很明显我们 是能卖这个坦克的,对吧 能卖掉坦克 后来啊,咱们也测算了一些钱啊 这个钱呢 就卖坦克 它是半价 那我们卖一些冰啊 那好像也是半价啊,对不对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啊 我们的伞兵啊 不要用了 伞兵反正现在也没有进攻的需要 我们扔一波伞兵啊 卖一波伞兵 扔一波,卖一波 那我们的钱呢 不就能用来造一下坦克了吗 对吧 真要进攻啊 那还得看坦克 那些冰啊 你要造多的话 来个辐射 来个光能 来个海豹 突击队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就有点没有招架之力了啊 好 那你看 我们就一直啊 把这个伞兵啊 出来卖 出来卖 而且我们的这个高地啊 非常的高 你看 三层的高地 太高了 这个高地 像 那大伙啊 肯定都 比较喜欢那个导弹船啊 对吧 导弹船啊 就炸别人的箭子 就炸的特别的爽 但是我这个高地啊 太高了 他的那个导弹船的飞弹啊 炸不上来 导弹船飞弹啊 他最高只能炸两层高地 但是我们这里呢 是三层高地啊 对吧 太高了 实在打不过来 你要是想用海军啊 打我这里 只有 航母的飞机 能炸到我里面的箭子啊 要不然呢 他要是这个导弹船的话 他碰到我第三层的那个高地啊 他就直接炸了 好了 我们发现了啊 这个小黄爱非常有意思 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高科技啊 就直接照到了我们的脸上了 那你看 你照到我们的脸上了 我不给你秀一波这个鲁西夫啊 这个赖子哥 那是不是 有点不太好啊 哎呀 但是你看啊 这一波 对面的光能坦克 就要进攻上来了 那我们呢 就赶快用蚊子过来 消耗一下他的这个光能坦克 然后你看我们的脸子哥 站在身上 点掉他的油里 进到家里面 开始狂轰乱炸 你看重工 再来一个重工 再来一个重工 瞬间啊炸掉了对手 好多的这个重工啊 对面现在非常的伤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现在手上卡拳啊 手上卡拳 那绝对不能忘了 把我们这一些兵儿给他卖了 然后啊 现在就有一个非常紧锁的问题 你看 这黄色的光能坦克的数量啊 有点多 赶快拉上稳子 咱们能换掉多少的光能坦克啊 就换掉多少的这个光能坦克 要不然他的光能坦克 直接上来打我们的话 我们有点招架不了啊 因为我们的幻影啊 被对手的这个光能坦克 可谓是究极血核 你看 他的光能坦克 站在了下面的一个好的位置 直接过来啊 打掉了我们的楼 好 但是啊 问题不大 咱们这个楼啊 也是能稍微换掉他的警方了 那你看 抓住了一个大兵啊 扛杀害的时机 咱们只用幻影啊 打掉他的光能坦克 你看啊 就咱们啊 幻影绝对不能去 硬跟这个光能坦克去登啊 好多的观众 不知道 其实 蒙军打蒙军啊 幻影坦克最难拿去 哎呦 这个核弹吓我一跳啊 你看 那从我们的这个脸上面啊 突然 掉到了对面的家里 这把我们吓的那真的是 哎呀 心直接一紧 好那你看 这个小黄啊 这就有点生气了 我在跟人家小红啊 可能男人一为一的 你非得过来扔一发核弹 来打扰我们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也就只能感谢一下小兰了啊 至于去帮助小兰啊 咱们也是爱莫能助 咱们都自身难保了 对不对 你就好比啊 我们把这个金兜啊 给借到手了之后 那怎么可能还呢 啊狗都不还 好 那这一下啊 我们的鲁西夫 这个赖子哥抓住了机会 跑到小黄的家里面 开始疯狂的炸东西 然后呢 我其实这个时候是想 炸一个陈这家的 但是后来一想啊 还算了 要是一倍二的话 这把剩下就降低很多了 好你看 我们跳到了上面 又干掉了小黄的两个基地 加上一大堆的这砸七砸八的建筑 你看 这一下子啊 打完了之后 下面的这个小黄啊 他是不是就终于纠集中伤了呀 好 但是 哎呦 这里我们还想用这个辐射啊 来搜一下这片高地呢 结果能套到我们自己的功能 那这个辐射啊 蹲蹲蹲就一不大了 好 你看我们就特地啊 在第一时间 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间谍 这个小黄啊 是不是有点大意了呀 你把矿场放在外面 你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的啊 为了让这个小黄啊 记住这以后矿场啊 不能单独的放 我们那必须给他一点 这个教训 毕竟失败啊 乃成功之武 所以要多让我出两次 啊这个小黄啊 这一把说不定啊 他就能赢了啊 好 那我们在家里面呢 这个散兵啊 该卖的 肯定得卖 不卖 没得钱呢 对吧 那就没有钱用 好 好 那这一下啊 我们啊 多准备几个这个 兵 因为啊 我们也发现了 要是用鹿爵 想击败这个小黄啊 很难 小黄的手上的坦克 好多都是 在右下角那家箱子为咱 捡到了火力的全属性坦克 特别的厉害啊 好 但是他的屁股后面 好像没有防备 所以我们过来直接炸掉他的核电 哎 哎 哎 你看 咱们的这几波突击队啊 就给这个小黄 搞得很难受 哎 咱们到处啊 都是这个特种作战的 对吧 啊 这个地图啊 这边上有了几个白色没有输出的海豹 这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啊 但是啊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经验 每一个海豹有六千点的经验啊 那就说明这个海豹啊 他可能就是 想让你当做这个经验宝宝来用的呀 对吧 好 我们啊 用这个赖子哥跑到对手的外面 你看 就一直勾引 勾引他打掉自己的围墙 这样啊 之后我们炸他的建筑啊 就更加的方便了 但是啊 打着打着感觉 还是有点炸不进去啊 但是问题不大啊 迟早 这个小黄的是有漏洞能让我们给钻的 修好底啊 我们现在手上这两个航母 是不是就可以出手一下了呀 你看 对面啊 很明显坦克没有发现航母 我们直接过来要打一下他高科 哎呀发现了 那高科啊估计射程不够了啊 我们直接打一下对手的这个电场 哎呀你看 他的这个坦克啊 这哪里是普通坦克的这个炮弹啊 这就有点恐怖了 两炮啊 差点把我们的这大航母就给他抬走啊 这速度实在太高了 但是你看 咱们实在没有想到啊 小黄竟然还不做防备 你的这个矿场啊 在外面 这都快成为我们的这个ATM了 好 那既然呢 想成为我们的ATM 我们必须得多来啊 提几次钱 那毕竟啊 提一次钱他有限额 对吧 咱们最多就只能提他的百分之五十 好的 我们第一次啊 提了百分之五十 第二次呢 总共加起来啊 那就是百分七十五了 因为第二次相当于他之前的钱啊 差不多就是百分之二十五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卢西夫啊 就抓住机会 对面的坦克跑到一边去了 咱们是不是 又炸掉了对手的几个监督呢 家里的闪兵啊 没有关系 那你们卖 其实你要是论经济的话啊 下面这个橙色的经济 他比我要好啊 橙色家里面十三个监督 说说咱们 这里啊 有这么多的这个大兵啊 往喷泉里面疯狂的金 但是很明显 这个钞票还是有点不太够的啊 好 那这一下的话 我们给家里面啊 再多造几个兵严 目的 就是得赶快啊 把我们省上的这些钱 全都给他花掉 哎 本来啊 我们是没有经济 造蚊子大金的啊 但是奈何人家小黄啊 格局比较大 想给自己啊 增添一点难度 你看 小黄现在他的坦克枪 往上面进攻啊 这个难度就 非常的大了啊 我们又有航母 又有被兵 又有牢 又有牢 又有光能 又有惯影 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 好 那我们的蚊子海 就先进来啊 打掉对手的中共 再过来 强换掉他的基地 再过来 咱们打掉他的这个防御车啊 再过来 再强换基地 你看 那这样的话啊 对面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基地了 但是这最后一个基地啊 咱们不要着急啊 因为我们手上的蚊子数量啊 刚才已经 不足以换掉对面最后一个基地了 但是我们的特种作战的这个 哎 蚊子哥来了对不对 对面的基地真美了 你看 基地一枚 受不了啊 当场就投了 然后这个小陈啊 他也打过了啊 他也就投了啊 好 那这一把我们就一不小心打就又赢了 那兄弟们 这一把还是非常精彩的 那我觉得点赞关注啊 应该是完全OK 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